你們平時吃牛吃開甚麼部位呢 這裡?肉眼、口筋夠軟、脂肪夠多 還是這裡?牛板劍 稀有部位,脂肪又少,適合健身 還是這裡?西蘭每個人都喜歡 肉味夠濃 但我覺得這些都是太普通了 滿足不了我 要吃的話,就要吃得深入一點 和照顧一點 最重要是自己說得到 還要吃得到嗎?跟著找吃吧 也說走進去有食物 你看看,有多多牛肉 這是稀有部位,牛板劍 還有西蘭,還有肉眼 你看看它的大理石紋多漂亮 說明今天要吃深入一點 當然要吃這個,腰里脊肉 這個腰里脊肉是全隻牛肉 最嫩和最軟的部位 即是牛肉 這裡是即切即綁即燒 這裡有個好處,就是斷乳酪 今天我突然進來就多吃一點吧 吃個10盎司 大概300克左右 我想說這個石板跟平時外面的 是不同的 它這個石板有300度 我離遠已經感受到它的熱度 它就像煎鍋一樣 師傅會把牛肉煮成三成熟 然後放在石板上 你想要多成熟,就自己慢慢煎 其實吃牛排通常是邊邊切開 稍微切開,稍微切開 我習慣了中間的湯先打開一刀 蝦蝦的聲音 我覺得中間也挺生 但切下去的時候,它也很軟 完全沒有筋 會吃的時候,一定吃完美 一邊切的時候,一邊炸炸 如果覺得太生,就可以切開 自己在這裡煎一煎 一邊煮,一邊吃 它也熟得很快,板子也很熱 大家用的時候要小心 其實它辣一辣就很快已經五成熟了 先試試原味 我一咬下去,它的汁會爆出來 裡面很脆汁 而且它的肉質也很嫩滑 牛味也很濃,一點也不騷 好,試試它的原味 我先用鹽,一點點好了 很熱 它的石板,我現在吃了這麼久 還是保持很熱 加鹽和黑椒之外 它的鮮味帶著出來 令牛肉更出色 也是非常脆汁 而且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 這個腰里脊肉牛柳 它本身脂肪其實不太多 不會像和牛一樣,太膩 它的肉質很鮮嫩 一點也不會硬 不會起渣,不會像柴皮一樣 你看到它一切就開 它很軟滑 它肌肉較多 我覺得減肥和健身都很適合吃 另外,我知道餐廳這裡有自家製 蜜糖柚子燒汁 嘗試一下 它的感覺很不同 我吃到它有一點蒜味 有蜜糖味 但柚子汁,我最初覺得 加到牛肉上好像有點奇怪 但又不會 反而我覺得這個醬汁 是你吃到最尾有些膩的時候 就可以點一點,令它更新鮮 它過了這麼久,其實還出煙 它這個石板真的很熱 但如果大家怕不夠熱的話 也不要緊 它可以無限換板 對比其他外面傳統的牛扒餐廳 不能換板,這裡比較彈性 你想吃多成熟都可以 下次吃牛肉,記得像我一樣 吃深入一點 而且記得選一間 有自己說自己的餐廳 多成熟都可以自己慢慢煎 由經常吃到很好吃